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厂上和底接触面 并以一体式设计 将水泵等零件结合为一体 处理器上的同接触面 同仁厂Micro Channel未水道设计 利用密集式的薄酮旗片 而增加水冷液的接触面积 加快带走热能的效率 水泵能够维持升速在25dB以下 运行的时候 用家也难以察觉草音的存在 产品支援Intel和AMD不同处理器平台 甚至能够顺利过渡至 Intel下一代Hashware处理器 LGA1150的插座箱 安装过程中也没有任何难度 对于一般新手用家安装也非常容易 Sidern E40M所用大面积的冷排 虽然在静止或者一般情况下 未必能够直接观察到 和120mm水冷排的分别 但当一直满载或者持续运行的时候 就能够察觉到Sidern E40M的 240mm冷排会比较优性 同时利用两组120mm风扇的效果 亦会比一组风扇更优异 能够以更低速运行 减低升速之余 可以保持到一定的风扇量 可以保持到一定的风扇量